活泼可愛的小朋友對許多不孕夫妻來說是深切的期盼 台灣馬街紀念醫院在菲律賓舉辦不孕症療法和病友分享會 提供想懷孕生子的夫妻諮詢 非國病友Vivienne就是成功案例 她在接受治療後喜貨雙胞胎 我們已經結婚了5年 我們不能有孩子 所以我們試過很多 我們有3、4次的IEY 然後所有的藥物 我們甚至去奪養 奪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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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總是心痛 這個醫院是個祝福的 像我們一樣的祝福 所以 祝福祝你 馬街醫院國際醫療中心副主任徐婉蒂表示 早年一名菲律賓女醫師 附臺接受治療不孕症 第一次就成功 她返國後向病人宣傳 就此打開非國病友附臺大門 到目前為止我們大概服務了近十年嘛 那來超過大概有三百五十對以上的夫妻 來到我們馬街做過不孕症治療 配戴座狀前然設計檢查 這個就是PGS 就是針對這些重複性試管失敗的夫婦 一個很有效的方式 我們可以大幅提高懷孕率 降低流產率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技術 可以幫助這群在馬尼拉有需要 在菲律賓有需要懷孕的這些夫妻 此外台灣擁有地利之便 以及收費合理等優點 吸引非國民眾赴臺治療 祝菲代表徐沛永也到場 為不孕夫妻加油 期盼未來有更多夫妻受惠 快樂